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TLM跟着Peter一起转 带大家看看市场上的这些币,币 今天有一些不同的消息出来 不然是AppCoin或者是Celsus的币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现在开始吧 请大家来Twitter,那Twitter,Discord,再是YouTube 那所有YouTube的个人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顾问 最好自己研究空长风险 我们看一下币的价格,目前为止 你看Bitcoin的话2100 那East 1190,1179 那这个地方其实他们大概都涨了4到5% 那我觉得Bitcoin跟East的地方都有机会是一波反弹 但是反弹到什么地步的话 我们大概要再来看整个后市的发展 那你看这边比如是DodgeCoin,这边涨了10% 这是Shiba涨了29% 大家知道这些币有时候就是回暖的时候的力道其实还蛮强 那看整个币的是现在还是9,这是Fair还是非常非常恐惧 整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恐惧目前为止 那前几天最低来到6 来到6像是9,市场还是相当恐惧 那我们来到了Bitcoin的图 如果来看Bitcoin图小视图 你看它其实低点是在17,400 现在12,100 这日线图的话这边有机会 其实当然我觉得它回到26,500的几率不高 但我觉得它是地方往上走 然后22,200这边不是没可能 因为刚才 昨天的高点是到21,600 那这边我觉得机会要然后22,200或22,500不是没可能 那如果大家看它本身现在目前为止 你看小视图的话 它这个一个往上走的部分 我觉得有机会到22,500到22,800之间 Bitcoin呢 这里 这里 这次22,700 哎 22,700 或甚至到22,500左右 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压力区 那至于有没有办法到这边 那我们要看后面在怎么走 那我们带大家看East的话 日线图 日线图也是跟Bitcoin一样 那East的低点 我们低点其实来到881 那自己跟大家讲说East的地方 我们如果这个地方低点800的话 再来我就是看到750 那这些目前为止 它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这个一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一下小视图 East相对哦 East相对我觉得地方East跟Bitcoin讲East 可能会更弱 因为Bitcoin毕竟在整个来说 还是一个 相对是比较主流的币 你看这边1250 我觉得East的话1250 这边有一个压力区哦 那目前为止大概是在1180 所以这个上来这边大概还有70点左右 那如果1250 这边有办法过了的话 那其实我会看什么 就看到1450 那我们这边有另外一条 1450在这里 那这地方也是给大家参考 给大家参考 目前为止这个压力跟支撑区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边是一个880 这East的地方 East的地方我觉得是在这里啊 1250好吧 1250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是一个support部分啊 这边压力的部分 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边盘啊 那在AppCoin 最近AppCoin 有朋友问我啊 我觉得AppCoin还有主要是 这个NFTNYC的Event 有很多App的Event吧 AppEvent的话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啊 那我们刚刚看了一下App 其实他有一些 新的Utility出来啊 如果你看这线图的话 有机会来到哪里 这5.3 这5.3的部分应该是 他有机会的高点啊 那如果你看之前的低点 大概来到3.1 如果你3.3左右 3.54买的话 到5.1 这上30%的利润啊 那如果你看他小时图 我们看App小时图 App基本上这个已经突破了 这个W底啊 W底之后 其实像1 2 3 这个地方他有没有力量往上走 来到5 不太好说 你要看这个地方 是否有没有办法往上走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 这波上来的话 应该都是主要是新闻吧 那这个新闻的话 有办法把币往上炒 大家自己就知道干嘛 另外带大家来看一个 AppCoin的话 你看这边讲AppCoin 如果你画一条线 画一个线 这个下来 他觉得说有机会涨到5.2 他涨5.2 这也是125%的一个 一个算什么 125%的利润 那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他是画从309地方往上涨 他的高点是125 5.2 我们预估也是预估在5.2的地方 你看他这人家 这边预估在5.24 是他的高点 另外AppCoin 我们来看他的推特 他讲说 他会有一个新的media platform 会用一个AppCoin的system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将来整个AppCoin的ecosystem里面 会不会有人用这样的媒体平台 那透过App的币 然后来做一些事情 你看 to create a new media platform Dipper by BYC 跟AppCoin 新的媒体平台 那这边讲说 这个媒体平台主要是干什么 这边有很多很多 detail的部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 那除了AppCoin之外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讲Celsus 前两天跟大家讲Celsus 地方在0.8 昨天0.7天 我跟大家讲说Celsus 这边有可能会一个 嘎空的状况 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都在放空Celsus 那Celsus大家都要放空 现在一个状况是 Celsus很多地从FTX的平台离开之后 然后去的分成是交易所 那等于是FTX 它本身主要是空单 这是FTX FTX要空的时候 那它压力非常非常大 如果它在空单 被往上嘎的时候 有机会要爆仓 所以基本上爆仓的同时间 那就单就往上走 单就会回 爆仓的时候就会 清算 清算的时候就往上走 你看这Planet C 你看这叫Celsus Squiz 然后我就是prefer Celsus Squiz 然后他这边其实讲了很多 这个等于是嘎空的部分 他讲说现在目前为止 嘎空是什么状况 这边刚才有一个 这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 就是FTX的CEO 觉得说他们来帮助大家 但其实他后面是 他自己说他我没有来攻击Celsus 但是我跟大家讲 在NFT跟在Crypto 这大佬只看一个字 就利 就赚钱 其他都不管 没有在管 你看这个也是 你看Trouble Crypto Company 他说要来救你们 救你们 规定 这个很难说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 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昨天 大家在讨论 然后Celsus 有没有机会 有这个Squiz的话 看起来现在是什么发生 那另外你看这边有55万的Celsus 离开FTX 就是在 这个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前一阵子 那发生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Celsus离开FTX之后去哪边 就往翻山市交易所去 往翻山市交易所去的时候 大家就有机会 在翻山市交易所交易 那翻山市交易所交易的同时间 那就可以把直接在所谓中央 所谓在这种Centralized交易所 里面的币 把它移走 那这边有一个人叫做 Jeremy也蛮有趣 他里面还教人家讲说 你要怎么样来搁空呢 他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Join the Celsus Squiz 然后呢 第一个你要在FTX买Celsus 第二个你把它汇到你自己是MetaMask 第三你要卖 卖在100块 然后在1inch Put a sell order at 1inch 100块美金 他们打算把这个做到100块美金 那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搞笑的 但是呢 有没有办法做到 Hey yes and no Nobody knows 大家知道这个GameStop GameStop最早在美国 也是因为这个卖游戏的这个连锁店 生意不好 然后大的这些机构都空它 那结果整个这些Reddit 就是所有的社交媒体里面的朋友们 这些论坛 就说我们去买GameStop 就跟这些大的基金对抗 那现在我觉得Celsus 也是做一类似的事情 他们想要用零售 大家每个人都来干这种事情 一个人买一点点少少的 然后把整Celsus把它买起来 那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们后面本身跟Celsus是什么关系 我自己是没有Celsus 我只是看到这个活动 看到这个运动觉得很有趣 这跟最早我们知道GameStop是一样的 你看Celsus squeeze Let's go 现在变成一个Celsus short squeeze的一个运动 叫大家都去买这个Sales 不是说要去救这个平台 主要是说要跟这些大的Crypto基金 他们去放空跟他们对抗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要跟他们对抗 而不是要去救这个平台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存在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币圈的消息 那AppCoin或是Sales的都有机会 那请大家来关注 那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带给人家 值请关注推特加入discord 订阅订阅订阅 请记得我的youtube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